丁学强表示 在巴黎协定首次全球盘点的历史时刻 77国集团主席国古巴 倡导举办此次峰会意义重大 习近平主席强调 77国集团和中国是发展中国家重要合作平台 当前完善全球气候治理依然任重道远 77国集团和中国理应进一步发出共同声音 维护共同权益 要共同推动可持续发展 强化绿色转型发展战略对接 加强互帮互助 探索发展和保护相协同的新路径 共同捍卫多边主义 坚定维护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及其巴黎协定确定的目标和原则 共同促进公平正义 推动落实气候资金 形成全球适应目标框架等 取得实质性进展 充分发挥新建立的损失与损害基金作用 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 巴西总统卢拉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 在峰会上发表致辞 当天 丁学强同纳米比亚总统根哥布 进行了简短交谈 并会见了联合国气候变化迪拜大会主席 阿联酋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苏尔坦 美国比尔及梅林达盖茨基金会 联席主席比尔盖茨 会见苏尔坦时 丁学强祝贺阿联酋此次办会取得丰硕成果 表示中国与阿联酋两国分别为 生物多样性公约 气候变化公约的主席国 双方要加强沟通协调 共同推动建立公平合理 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苏尔坦赞赏中国为全球可持续发展 所作重要贡献 期待中国在应对气变国际合作中 继续发挥引领作用 会见盖茨时 丁学强表示 中美共同推动了巴黎协定的达成生效 近日达成 关于加强合作应对气候危机的阳光之相声明 受到国际社会广泛赞誉 中方愿同盖茨基金会加强合作 为全球绿色转型 全球发展事业做出更多贡献 盖茨表示 愿同中方开展更加紧密合作 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丁学强还来到中国代表团 在会场设立的中国角 参观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政策与行动展览 与工作人员互动交流 勉励大家充分运用新媒体等方式 宣介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创新举措和显著成效 积极推动绿色低碳转型国际合作